从捷运新门站一号出口出来 走没几步路就可以看到 这间红色招牌的热狗宝专卖店 不过如今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拉下铁门贴出公告 表示因为租月的原因结束营业 这单位平民美食Timeout新门店 在2019年1月初开幕 不过却在2023年9月席灯 开不到5年旧歇业 让老偷满满不舍 过去成都路6号这个位置 也曾开过实况摄影棚 如今空置房东以1.88亿元求售 最了解这里靠近捷运新门站一号出口 一二楼全壮约48平 过去以每月30万元出租 换算其具备价值的一楼店面 单平约落在8000到1万元 如果一个热狗宝将近百元 不算成本的话 等于每月要卖出3000个以上 才能付租金 不过看看对面成都路3号 临近捷运新门站6号出口的 成都阳桃宾旧店面17.88平 以每月25万租给半手礼店 每瓶租金将近1.4万元 创进三年新高 虽然两间店只隔一条成都路 但租金却差很大 人潮毕竟多 多上至少 我看应该多个两倍十多 所以我觉得那边租金 一定会比医药出口来得高 真的要还的话 应该也是连锁的一些 餐饮业会比较适合 而专家也分析 其实台北一线型商圈 精华地段 店面还是很抢手 不过可说是月租贵桑桑 像是东区最高 房东都开到每瓶2万 新门町也标破1万元 未知前两名 而南西永康市府商圈 也都有单凭万元以上的租金价码 各个捷运站出口 不太一样的情况之下 人潮的汇流的情况也不一样 就会有一些七八折空间 专家坦言 虽然商圈观光潮回温 不过实体店面买气 被越来越多的电商分食之下 才会让一线型商圈部分地区 因为人潮地段的关系 租金有很大的下售空间 TVBS新闻您用程刘萱 台北这么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